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周三透露 总统特朗普在本周的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 同意让美军继续留住叙利亚多一点时间 却又要美军在短期内撤出叙利亚 由于内部意见分歧 白宫目前未能给出美军撤出叙利亚的时间表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丝毫发推文 否认美方正与中国打贸易战 特朗普表示多年前一些愚蠢无能 代表美国的人就已经输掉了贸易战 而现在美国面对的是每年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此外还有3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被盗 特朗普表示不能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另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当天表示 中方的反制措施与美方的关税措施相对等 他还认为两国可能会以贸易谈判收尾 但不会对此给出时间表 美国警方继续调查 3号下午于视频网站YouTube加州总部 所发生的枪击案 暗中一名伊朗裔女子枪伤三人 然后自杀 其中一名伤者情况危怠 需要继续留意 另外两人已经出院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 39岁的女枪手阿格达姆 过去曾在网上发布多个 与动物权益和素食主义有关的视频 相信他并不认识暗中伤者 行凶的动机可能是因为 对YouTube过滤他的网络视频 影响其收入而感到愤怒 有消息指 阿格达姆长期和YouTube有争执 在阿格达姆的个人社交网站 就写了不少控诉YouTube的字句 指YouTube审查他的视频 加设年龄限制 目的是阻止其视频获得点击率 他又批评YouTube政策不公平 为何视频制作者分享足够的利润 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 他希望向美墨边境派驻军队 巩固美国边界安全 加强移民检查工作 而事实上 除非美国国会特别授权 美国联邦法律禁止现役军人 在美境内执法 对于特朗普考虑向美墨边境派兵一事 墨西哥驻美大使馆大使回应称 墨西哥政府不欢迎美国 向美墨边境派兵的作法 建造美墨边境墙是特朗普 在总统竞选期间的一项重大承诺 然而这一有关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的 标志性承诺却举步维艰 2018年2月 特朗普政府向国会申报了 250亿美元的建墙预算 国会最终批准了16亿美元资金 媒体分析指出 这笔资金只能满足于修复现有的边境墙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公布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 涵盖14类106项商品 包括大豆 牛肉制品 烟草制品 越野车 小客车 化工品和飞机等等 以去年进口金额计算 涉及约500亿美元 其中原产于美国的被加征关税的农产品 包括黄大豆、黑大豆、牛肉、橙汁 威士忌酒、烟草制的雪茄烟等 汽车方面就有越野车、小客车以及货车 此外 对于空载重量超过15000公斤 但不超过45000公斤的飞机及其他航空器 也会加征关税 当局指出 对相关的产品在现行征税方式 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 加征25%的关税 现行保税减免税政策不变 中国财政部强调 行动是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正义行为 是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正常举措 而最终措施及生效时间将另行公告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4月3日 纽约联储提名约翰·威廉姆斯 接任杜德利为下一任主席 这也是美联储中最有影响力的职位之一 55岁的威廉姆斯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为旧金山联储主席 他2011年接棒耶伦出任该职位 对威廉姆斯的任命将于6月生效 现任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 将于2018年年中提前半年卸任 纽约联储主席是美联储中最重要的职位之一 纽约联储是美联储系统中最重要的 具有影响力的储备银行 负责第二个储备区 在美国的金融领域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有别于全美其他11个地区系银行 因其位处美国金融中心 所以直接执行中央政府的货币政策 进行大量的外汇交易 管理美国财政部很大一部分债务 美联储主席和其他的理事会成员 皆由总统提名 并经参议员确认 而纽约联储则是由自己决定主席 且在公开市场委员会中 享有永久投票权 在金融监管上 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白宫近期公布了一张 总统特朗普与新一届白宫实习生的合影 招来网民和媒体的诸多批评 在这张合影中 特朗普笑容满面地 站在91名实习生中间 这些实习生基本都是白人 仅有5名非白人中 据此推测 在今年春季的白宫实习生中 白人种占了94.5% 照片发布后 网络上一片抨击和嘲讽声 很多网民称 这届白宫实习生太白了 白宫成了名副其实的白宫 还有网民贴出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2014年与实习生的合影 当时白宫实习生中有十几名非白种人 种族明显更多元化 美国四大信用卡公司 Visa、Mastercard、American Express和Discover 从4月14日开始采用新的规定 取消商家要求顾客在购物或结账时签名的做法 让信用卡持有者更为便利 结束签名要求是美国信用卡行业 近年来采用芯片卡之后的重大变化 但没有读芯片装置的商家 还需要让顾客签名 虽然信用卡公司不再要求商家让顾客签名 但商家仍然可以对顾客提出签名要求 部分公司对购物不超过50美元或25美元的交易 已放弃要顾客签名的要求 新规则将扩大到较高金额的购物项目 对Visa和Mastercard用户来说 新规定仅对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顾客有效 但对American Express来说 新规定在全世界同有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了新一年的财政支出计划 根据2018年联邦预算 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将获得7.47亿加元 以支持百万移民计划 这些资金将保证该部门继续谨慎和负责任的管理移民系统 而最大的支出将用于安置费上 加拿大政府在去年11月宣布的百万移民计划 将在未来三年内吸引来自全球的100万移民 意图缓解加拿大缺人的状况 根据计划的阶段性向目标 2018年加国预计接受31万移民 2019年数字将增长到32万人 2020年接受34万人 此外7.5亿加元只是6年计划的一部分 而总预算投入将达到8.75亿加元 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旗下的环境监管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 加拿大是地球上食物浪费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悉从农场到餐桌 加拿大每年人均食物浪费量为396千克 食物在没有被最终消耗掉之前的损失 都被认为是浪费掉或者损失掉 食物浪费不仅仅会造成经济损失 还会产生巨额的温室气体 每年食物浪费会造成大约300亿加币经济损失 另外会产生2100万吨的温室气体 据调查食物最大的浪费来自于消费者 每个加拿大人平均每年会扔掉170千克的食物 相关委员会建议将注意力集中在食物链的中间缓解 也就是食物被集中加工分发和烹制的缓解 以减少食物浪费的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